2002年 藏天硕在河北廊坊投资了一家酒吧 接着好友夹带的面子和自己的人脉 请来了圈内明星和各路大佬捧场 因为藏天硕在娱乐圈也是颇有名望 所以当天众多的明星歌手 甚至为了攀他的关系都抢着上台现场 但藏天硕巡视了一圈 却没有发现纳因的身影 有些生气的他直接打电话给纳因 问他为什么不来参加自己的酒吧的开业典礼 电话那头的纳因说自己在青岛开演唱会 没有办法来 等回去了一定去找藏天硕赔罪 既然有工作在身 藏天硕也没有多说什么便挂断了电话 此事过后的某天 在藏天硕酒吧喝酒的一个朋友 不知是不是有意的就提起了这档子事 然后悄悄告诉藏天硕 纳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演唱会 听到这个消息的藏天硕很生气 但转念一想 朋友或许是酒后失言记错了 于是他便找人去调查了一番 没想到手下告诉他 当时纳因确实没有在青岛开演唱会 估计就是不给藏天硕面子 找了个理由推托 对此事一直记恨在心的藏天硕 便在纳因来廊坊开演唱会时 出手砸了他的场子 纳因也很生气 说你什么意思啊 来砸我的场子 藏天硕说上次不给我面子 这就算个警告 以后就没这么好运了 纳因被收拾后面子挂不住 于是让藏天硕等着一定给他好看 之后纳因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 哈尔滨一姐陈红 陈红得知好姐妹被欺负后 便让纳因在廊坊等着 他倒要看看 藏天硕长了什么样的雄心豹自打 感动自己的人 之后陈红立马带着 他的手下的四大金牌打手 赶到了廊坊 看到纳因演唱会上的一片狼藉 他心里非常愤怒 另一边 藏天硕得意洋洋的 在酒吧里和朋友们吹嘘 刚才他是如何的威猛 让纳因根本不敢还嘴 正在信头上时 纳因带着陈红来了 东北女人的彪悍 在陈红身上体现得淋漓精致 只见他一巴掌拍在了 藏天硕的桌子上 一双眼睛等得溜圆 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然后大声质问 哪个是藏天硕 藏天硕看到跟在后面 狐假虎卫的纳因 明白他是请了救兵 但看对面来的是个女人 旁边的小弟不用一只手 都能数得过来 藏天硕没有丝毫的慌乱 反而慢悠悠地站起身来 调侃纳因 从哪里找了个粗俗的村妇来撒泼 这句话直接点燃了陈红的怒气 藏天硕不给纳因道歉 还出言调侃自己 这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陈红抬手一招呼 同行的四大金牌收到指示 立刻上前对藏天硕一顿暴揍 旁天的藏天硕的兄弟们 见到大哥被打 连忙过去帮架 可打着打着 藏天硕的兄弟发现不对了 明明他们的人数占优势 他们的人却一个接一个败退 再看看那四大金牌 依旧生龙活虎 不停打翻藏天硕的人手 真不愧是东北有名的打手 不消片刻 四大金牌就摆平了藏天硕的人 然后掀起了藏天硕肥大的脑袋 把他送到纳因和陈红的面前 被教训完一顿后 藏天硕也老实了 他知道惹不起陈红 还掏钱赔偿了纳因的损失 见藏天硕的态度 俨然诚恳地像个孙子 纳因和陈红并没有继续追究 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虽说在廊坊时 由哈尔滨一姐陈红出面 把事情给摆平了 但藏天硕和纳因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藏天硕都在伺机寻找机会 要报复纳因 常在圈中混 哪能没个把柄 藏天硕明白 纳因在京圈的把柄 便是他开的维克斯酒吧 那是他用来招待各路朋友的场所 要是被动了 绝对能让纳因心如刀绞 可按照江湖规矩 砸人家的场子总要寻个由头 之前在廊坊的矛盾 已经被陈红给解了 若是在以此前去滋事 恐怕道上的人都会瞧不起自己 身为资深老炮 藏天硕自然是不会去做这种坏规矩的事 所以他派人在维克斯酒吧周围日夜蹲守 以便有什么事情突发 他能够及时得到消息 他本来想趁着纳因和朋友喝酒时 过去找找茶 没想到纳因并不是好惹的 不仅加强了安保力度 请来的人也都是有头有脸的角色 让藏天硕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一段时间过后 藏天硕收到了手下人的汇报 说是杨坤在纳因的酒吧里过生日 藏天硕听到来的是杨坤 顿时喜上眉梢 要知道杨坤的老家是内蒙古 热爱音乐的他在北京漂泊多年 才凭借无所谓一炮而红 本身在圈中的人脉和根基并不好 而且论资历 藏天硕在音乐圈的地位更是碾压杨坤 就算真的出手教训他 他也不敢还手 思量之下 藏天硕认为 这一次就是报复纳因的绝佳机会 于是带着吕长春和一行兄弟 往维克斯酒吧赶去 此时的酒吧里 过生日的杨坤和纳因等朋友们 正在喝得起劲 气氛格外热烈 嬉笑打闹声不绝于耳 结果 一股不合时宜的叫喊声 从远处传来 杨坤寻声望去 藏天硕带人不顾保安的阻拦 强行地闯入了酒吧 看到藏天硕那张大脸 纳因的酒当下就醒了一半 这位娱乐圈里的鬼剑仇 今天不请自来 绝对没有好事 不出所料 只见藏天硕走到杨坤的旁边 假装亲密地揽住他的肩膀 和他寒暄起来 还要他过去一起喝酒 谁料 酒劲上头的杨坤 不自然地扭了两下 表示和藏天硕不熟 眼见藏天硕是带着 吕长春和手下们一起来的 纳因生怕他因为杨坤的话翻脸 于是立马挤出笑脸 要给藏天硕开一桌 还请他们家的小妹妹 过去陪酒 但藏天硕没有放过杨坤的打算 冷眼看着纳因 说他是为了找杨坤来的 让他别瞎掺和 纳因心里暗角不好 赶紧藏天硕是想借题发挥呀 于是他把杨坤拉到身边 给他耳语了几句 说对面那个胖子 是京城有名的老胖藏天硕 他们惹不起 还是先过去喝两杯 再想办法脱身 但半个脑袋 已经浸在酒缸里的杨坤 哪里听得进去 他推开纳因 站在藏天硕的面前 嚣张地说 今天自己是过生日没有空 谁来都不好使 表面上 藏天硕因为被博了面子 恼羞成怒 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他没想到杨坤会如此配合 给自己这么个动手的机会 下一秒 他抄起了手边的酒杯 就往杨坤的脸上泼去 怒斥他不给自己面子 年轻气盛的杨坤 哪受得了这种委屈 指着藏天硕的鼻子叫嚣 说他一个老胖 没什么了不起的 别在那儿作为作福 听杨坤这么说 藏天硕知道 时机已经成熟了 于是他撸起袖子放话 要给杨坤瞧瞧 什么是老炮的实力 一摆手 吕长春便已经和兄弟们 拿起家伙 要招呼在杨坤身上了 几十个棍棒 劈头盖脸的过来 杨坤瞬间 吓出了一身冷汗 脑袋一激灵 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 喘了几口气后 杨坤说 如果藏天硕真的行 就别着那些以多欺少的 给他半个小时叫人 再来硬碰硬 藏天硕不屑一顾 在京城 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北漂仔 能找到什么样的帮手 于是便自信地 让杨坤快点去找人 的确杨坤才来到北京几年 之前也都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 上哪里去找人和藏天硕来硬的呢 所以杨坤刚出酒吧 便脚底抹油 开车跑路了 而藏天硕和吕长春 他们硬生生地 在酒吧里等了三个多小时 还不见杨坤回来 便找来了纳因 让他打电话给杨坤 可杨坤的电话怎么打 都是关机状态 纳因恨得牙痒痒 明明已经劝他 不要和藏天硕做对了 还非要逞能 现在可如何收场 掌握了主动权的藏天硕 看着纳因 说杨坤是他请的 约嫁也是在他的酒吧 现在人没了 兄弟们该找谁动手去 纳因没辙呀 只能劝藏天硕先回去 等他有了杨坤的信 再通知他们 藏天硕冷笑一声 要把薪酬救恨全部清算了 随着一声剧烈的敲击声 吕长春带人将纳因的 维克斯酒吧给砸得稀巴烂 原本富丽堂皇的装修 瞬间变得像 刚从叙利亚的轰炸里 挖出来的废墟一般 解了恨的藏天硕 心满意足地带领兄弟们扬长而去 只留下纳因 在心血付诸东流的酒吧里叹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